其实一开始 韩语向我表白的时候 我是拒绝的 听韩语说 河大的银杏树很美 从去年 他就答应我要陪我一起去看 就像他之前许下的那些承诺一样 到现在 我连片银杏树叶都没看到 我连片银杏树 直到那天手机被偷 我才发现 兜里连个买手机的钱都不够 于是我便在酒吧找了份临时工作 跟韩语一起去看银杏树这件事 呵呵 先这么算了吧 但是回忆 回忆 回忆 自我心里跳起来 拥抱你 欢迎光临 你好欢迎光临 欢迎光临 这边这边不要急不要急 你好欢迎光临 欢迎光临 dip ap 韩宇跟别的男人混在了一起 跟他在一起这么久 我竟然才知道他原来是这种人 正好丢了手机 这段时间我决定不再和他联系 可是不知道韩宇从哪搞到了老板的手机号 哎哎哎哎好嘞 告诉你啊 他再给你来个电话 收拾东西给我走人听没有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喂 干什么 没什么呀 最近怎么样啊 哎 别 走什么呀 给个烟抽啊 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 哎哎 不喜欢你扔了他 吊什么吊 吊什么吊 就这样 韩宇送给了我一部新手机 我决定干完这个月就离开这个地方 我又回到了以前的独居生活 直到有一天 怎么搞的啊 这么严重 不就是拿了他点钱嘛 还了他就是了 谁干的 别管了别管了 来来 走走走走 折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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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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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什麼 滿煙的 沒有啊 等一下嗎 聽說 你今天被炒鱼魚了 怎麼啊 被炒鱼魚很開心 啊 沒有啊 那個男的 真的有你說的東西 那還用說啊 嗯 你知道這什麼事嗎 什麼日子啊 你的生日啊 後來聽說 那個人被送去了醫院 可還是沒有搶救過來 我本以為這件事就這麼算了 可後來我才知道自己那天捅了爐子 事情鬧大了 全市都在通緝我 韓宇也不知道去了哪 那天晚上買完煙以後就失蹤了 沒有留下半點音訊 令人奇怪的是 全市的通緝令 也是在那個晚上和韓宇一起消失了 幾天後 我一個人去看了銀杏樹 銀杏樹的樹葉很奇特 像一把扇子 邊緣分離為二 而葉柄處又合併為一 可縱然銀杏樹有萬般美麗 但在我的眼裡 也就那麼回事吧 口下唯一刀風的衣衫 思念鮑過筆氣打成長 眼神讓救為你 你兒點燃 我一直追尋著你 心情的足跡 你去哪儿啊 去买烟啊 你不是有烟吗 你还买啊 你管那么多干嘛 你管那么多干嘛 你去哪儿 去哪儿去 哦 我去哪儿去哪儿 这儿去哪儿去哪儿来 哪儿去哪儿去哪儿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